各位网友大家好 嘩 那些倒閉潮好像真的停不了 說到香港第三大超市 亦都相繼繼續分店結業 情況又好像越縮越細間 有人擔心會不會最後一下就倒閉了呢? 亦都會和大家看一下究竟現在坊間 還有些什麼店鋪 開幕啊 或者相關的資訊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看到近期的報導 都真的繼續關注 倒閉這個話題的 請大家支持一下 當然了 百物又未必是騰貴 但是消費力的確是挺難的 我稍後會和大家說一下 我一天前 一天前是前日 這一兩天 有一天出街吃飯 跟朋友聊聊天 吃下午而已 我都呆了呆了 對物價也呆了呆了 關於這個超市 第三大超市都倒閉 有人說超級市場都倒閉 是不是市場很差 或者環境很嚴重 北上影響之類 超市倒閉 其實我覺得是有幾個原因 首先你要看看超市是什麼規模 這次呢 就是這個叫做 超市 就是華潤旗下 華潤集團旗下 叫做香港第三大連鎖 超級市場U購 就說在今年開始 就不斷削減門市 近日再收拾多間 有街坊在網上發文 就說指出這間U購 就在今天 就說分店在啟田那邊 啟業 就呼籲街坊 就要過去鑽石山那邊買 其實 U購 我記得我有報道過 好像有說是收拾的 其實如果看回統計 今年 由三月到現在 他最少減了17間街坊 17間街坊 其實都是 有人說 為什麼要削減店舖呢 其實 如果這樣削減店舖 其實是不是變相賺了錢呢 其實你可以這樣看 可能是 人工 燈油火納等等 他將所有東西重整架構 你又說現在難請人了 每間分店都要動人 他在不減人手 即是不裁員的情況下 精簡架構 我明明100間分店 我養一間500人 每間分店有5個人 我同樣用500人去做50間店 可以嗎 其實都可以 甚至乎他有人才流失 可能他本身需要的 可能要600個員工才可以做得到 現在這樣縮發 現在就變成了突章 當分鐘是救世 不用再請人 甚至乎他不會缺人手 其實這個 當然 從商業的角度來說 也是一樣的 將一些部門合併 甚至乎不賺錢的 就剪掉了 人就照樣留下 你不喜歡做就離開了 你二合一 二合一的時候 其實對一間公司來說 可能也算是省了錢 你想想一間超市 不會豆養這麼小 豆養也有一個尺數 不會只有20尺 你想想 燈油火納的開支 其實每個月都挺和味的 你想想他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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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可能會省下那條數 你等同他現在的店舖虧錢 那條數都差不多 可能有人覺得 鞭商是賺多錢的 但是這樣說 如果你這樣減 始終不是辦法的 終於一天會減掉 所以尤其是這間U購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光顧過 有些地區是會有的 特別多的 就是華雲 以前是華雲超市 以前是華雲 我住的屋邨 我年輕人 因為我樓下就是華雲 通常都會去買東西 樓下最方便 買麵 你說可能買複雜的 就可能要出去買 其實你說香港比較大型的兩間 另外那兩間 白拉衛康 都已經傳出過這些所謂的 倒閉 分店倒閉的消息 根據報導 華雲集團旗下超市品牌 U購斯拉 加速重整業務 根據網站顯示 目前全港分店還有40間 比起今年3月57間 減少了三成 比起最高峰期100間分店更加 縮到 真的得分 幾丁屎那麼少 不見了一大半的了 有 原因的 因為有些外國媒體就說 U購斯拉 在疫情期間 因為曾經迅速擴張 隨著經濟環境變化 消費心態 很多分店已經是很難做的了 說到U購斯拉 更加引進來自內地的生產品 通過與內地供應商合作吸引顧客 提供更多選擇和便宜價格 這樣 如果你打算吸引內地品牌來 款式又不夠淘寶的多 這也是一個致命商 我賣單計算 我在淘寶買 送到我家 可能價錢差不多 款式又多 舉例 有些什麼沒有 很多牌子都沒有 千千萬萬種 很多的 舉例什麼 老君 有些人說這些 醬油 淘寶上面有很多 還有零食 一間店鋪 你應該怎樣擺位 其實做零售 門市的零售最大的致命商 就是這個倉存的問題 你又要款式多 又要課源足夠 你難道說這些 嘗試一下 放五包 他們有幾十間分店 怎樣拿五包 重點 比較好生意的 看看有沒有人去追 你要試的 那不行 你就要摘貨 摘了很多死貨 食物又有期的 所以對他們來說 做零售 其中一個因素 我自己覺得 你要流傳速度快些 除了柴米油鹽醬醋 這些基本 定局了 定時定下 不需要怎樣銷售 都一定有人買的 但其他 好像公仔麵一樣 選擇多 款式多 那時候我們就可能 來來多些牌子 你想想 後來就出現了 韓國那些 那些 那個 那個挑戰會大 我們怎樣去 令到那些人 光顧多些 他還要同場競爭對手 他還有 巴拉維康 他還要對付 應對 網上網購 HKTV 剛才我說過淘寶 還要應付的是 北上消費 所以其實 對整個零售業來說 大家都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衝擊 所謂的第三大超市 都宣佈繼續有店舖結業 其實某程度上 可能有人說 那 我在網上 有人說 一件事 他說 覺得這些店舖 這間 Yuco 太小太窄 貨物又密 燈光又不夠 整間大型市多 這樣 有人說 生果擺爛 冬肉擺臭 初日放了黃 這樣 可能一間間 其實很多超市都一樣 那些 不同 你不同 是嗎 另外 沒有價格 有人就覺得 你們都說 北上消費 講到北上消費 剛才一開始 我也想說一下 其實有時候 自自然 你會寧願 不是說 我不想光顧 有時候 你會覺得 好像被人困了 那樣 為什麼這樣說呢 話說 日前 我和朋友吃午餐 幾個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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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新界區 我也沒有留意多少錢 我以為你的米線 我又沒有說 一定要省著吃 我點了一個清湯米線 點了兩款 一個魚皮 一個雞肉 這樣 接著 一罐可樂 很清 是嗎 因為早幾天 在深圳 買一些很不健康的食物 所以我還是吃得清一點 好了 中間也談了很多 關於北上消費的看法 我想說 首先說 到我們吃完了 大家知道那碗 剛才我吃的那碗 連一罐可樂 普通的一罐可樂 是多少錢 接近70元 70元 我放了100元 剛才有朋友買單 我說可以了 你買單 然後 我看一看 每個碗麵都70元 為什麼 不是那麼貴 還是我很久沒吃過這些米線 我剛才想到 我吃了幾粒 雞柳 雞柳 雞柳很便宜 一包中國雞柳 雞柳22元 我經常都買的 一條 我當你一條 撕開些稅給我 應該都不知道 多少錢 兩粒魚皮餃 魚皮餃 應該都是很便宜的 不是很貴 一罐可樂 那當然是 那當然是 原來現在這麼密 這麼爆 是啊 那 我都呆了一呆 我都說 70元 我沒有叫出來 我心想 70元 哇 都挺狼胎 我心想 下午而已 我平時吃過下午 四十多元 只能吃飯 快餐AVC 可能比較偏僻 這些地方 他們做小生意的 只能夠 為皮 可能貴一點 我都沒有 還未贏 我都沒有說 早知不在這裡吃 我沒有說這些 我心想 嗯 再想起 我在吃東西的時候 跟另外的朋友在那裡聊天 三位 連同我 在內 他們都有北上消費的習慣 尤其是近期 他們說 哎 真的那裡吃火鍋 很划算 你說整排人回去吃 真的 其實你現在想想 在香港 打火鍋 或者吃些 比較豪華一點 那些什麼海鮮餐 你可能五六個人 可能埋單四百多元 在深圳 在香港哪裡做到啊 他說你沒辦法 你真的 那時候 那個環境就是這樣 我有朋友已經說 我上去弄牙了 然後我說 哇 他說你留意一下 小心點 近來有新聞 被人碎了 剝了整排牙 我說 那些你不要亂來 是吧 補牙補牙 是吧 要你做那樣東西 做那樣東西 但是其實都可以看到 這些所謂的結業潮 你現在看到香港的結業潮 當然我記得 之前也有說過陳智思 他的看法 現在你鬥便宜不是辦法 但是 好像我剛才所說 鬥便宜不是辦法 你鬥特色吧 鬥特色 有什麼特色的東西呢 如果好像我剛才所說 那款米線 70元 你覺得 不如回去吃那些 什麼臭粉 螺絲粉 我那天去深圳吃螺絲粉 28元而已 我做一碗牛腩 牛腩牛丸麵 當然那些 牛腩就碎到不碎 幾塊粒 但是說著20多元而已 一碗粉就夠大的 肯定飽肚 那20多元我覺得 可以接受 其實我覺得20多元也貴 你給我這些質素 我也覺得很貴 在深圳 他根本只有兩顆牛丸 加少許肉碎 審在上面就說牛腩 那我也算了 你說20多元 在連堂口岸 我最記得了 因為你有比較的傷害 你去到這個層面上 其實也是很難搞的 所以你說做餐飲業 是不是真的會 收拾呢 其實我看到 近期 說到這些所謂的 收拾的東西 也真的有 台灣百年老店 杜小月也敗走 就說全線分店要倒閉 就說要撤出香港 過光龍也搞不定 來自台灣 有百年歷史老店 杜小月 以一碗 一碗 淡淡麵的麵 就文明 就說在尖沙咀海運 大廈裡的分店 已經倒閉了 也為了辦 他17年來香港 開了另一間分店 曾經在尖沙咀銅鑼灣 黃國有三間分店 根據網上的資訊 就看到這三間店 先後不結業 來了香港七年 最後都是敗酒收場 OK 說到它很特別 就淡挑面 就像香港 賣麵 那些以前也是 中國 古代也是 雲吞麵 就是淡挑 一前一後 有些可能 有些是踩著 三輪車 波波姿 經常叫波波姿 那些三輪車後面 就像日本那些 麵屋一樣 八年老店 這些所謂的八年老店 杜小葉都不行 那也是 爛搞的 其實等同我剛才這樣說 這些是飲食的問題 現在遇到 可能他們的店租 人流 大家比較吃的喜好 已經不同了 還有人氣蛋糕品牌 阿莫 阿莫蛋糕 撤出香港 這些是不是那些叫做古早味 有段時間很流行 吃的那些 類似那些叫做古早味蛋糕 OK 就說 主打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懂 就說 荷蘭貴族手工蛋糕 鳳梨酥 法式甜品 那些什麼 就是在香港開分店 台灣以外的分店 香港站的店舖 就營業到9月14日 所以 真的都搞不定 看到 還有 就是連鎖 生煎包上水結業 哇 真的 你說要說這些 好了 都說不完 先說一下 這一個 就說 堅信號上海生煎包 即是說 前歌手 稍微錢就創立了 這樣 OK 做這個生煎包 不行了 生煎包 你賣多少錢 我們看看 其實都估計得到 就說 原來這個店舖 就 八萬多租 現在就用10萬零五元 10萬零五 租了出去 這樣 那麼 江若林 她老公 OK 那就 明白的 對了 做生煎包 沒有的 你這些 你不教 不教練的 你上去深圳 你真的沒辦法 那個價錢的問題 還有 所以 其實我覺得這些 你是要說突出 要說標青 我看到有些 接下來 在內地品牌公港 真的 他們現在夠膽去玩 怎樣 做不做得住 我就覺得 要觀望 我近日看到一個報道 內地有一個品牌 很有特色的 其實在內地 如果你吃開東西 你也知道 他們那些 玩主題 玩得很過癮 尤其是玩古裝 非常出位 這次也看到 有一間新的店 就在 像過江龍 那樣的內地 過來 開店 搞一些主題 好像在 銅鑼灣 還是尖沙咀開 好像是 這樣 行不行 應該 我相信 會吸引 這些 我覺得 會叫特色 你玩得這麼大 平常我們飲食 餐飲業 你看到每個人都穿著很普通的制服 是嗎 啊 內地那種 你看到 古代有古裝 可能是燒烤 有燒烤 那些款 每個人都可能 會戴上一些 特色的燈燈 他們有打扮 他們的氣氛 氛圍也很足夠 我覺得算是時候 要給香港 一些飲食 研究一下 你說內地外國 外國也曾經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來到香港 攻港 也都衝擊到飲食的新文化 現在大家新一代 他們需要些什麼呢 是不是還這麼考究 我們要大食甲抵件呢 大件大抵食呢 這個其實可能是其中一個主要因素 而是另一個因素 就是你給了些什麼 贏我 我既然肯 貴一些 我都留在這裡吃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給我一些相對的質素呢 等同 我早前在 尖沙咀酒店 吃泡妃 東西好不好吃 我 OK的 通常其實 酒店吃泡妃最好吃的 就是那些甜品 這個是 服務 服務算OK 我覺得應該 因為你是酒店 應該要有這樣的服務 很簡單 我不是要他這些鞠躬 不是 你說 幫你收拾 我叫他拿東西給你 可以幫我拿東西 他很快 很爽 我覺得這些 基本上是消費 很簡單 我要求不是很高 拍照 可以幫你拍照 我覺得這些就是 給人感覺 有些經驗咬業的感覺 是很重要的 你想下次消費者再來的時候 要有一個好的印象 我記得那位姐姐 我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 不好意思 但我覺得她算是有心機的 為什麼呢 因為 通常有很多不同的職員 其實那些職員都很不錯 我又不需要特地點哪間酒店的名字 你問我用餐的感受 我是滿意的 沒有問題的 食物OK review速度快 他們幫我們收拾一些 髒碟的速度也很快 有求必應 其實就沒有什麼問題 尖沙咀 酒店業 當然這些 你又說是基本服務 那什麼是add-on服務呢 令到你會加分 好像我在我旁邊的桌子 有一些 可能是半退休的人士 在那裡吃 鋪飛 其實在旁邊的桌子 看到那些依依問那個職員姐姐 職員姐姐 那職員姐姐 就這樣教你吧 下次你想坐那邊 下次我們會安排一些漂亮的視頻 給你了 然後幾個食客就說 好啊謝謝你 我經常說 你現在最大的獲勢 就是QR Code 但你沒有人溝通 其實人溝通是一個很容易 幫你留住客人 其中一個主要因素 當然啦 你的職員 你怎樣去訓練 或者令到他們很投入 去這個地方工作 就是這樣看你自己做老闆 你怎樣安排 但是你要首先有一個熱誠 我看到那位姐姐就很有熱誠 因為除了剛才那件事之外 就是她幫我們拍照 她幫其他人拍照 也是很很友善的 就是她說 你放好一些彩膏等等 讓她拍幾張給你選擇 可以嗎 可以 沒問題 OK 開心 給人的感覺其實是很好 是啊 更加就說 你現在可以拍照 他會有很多不同的提示 和你的互動 交流 那我覺得 當然啦 你說吃飯 是不是這麼喜歡隔壁 有人去嘗嘗嘗呢 其實當然不是 但是你 我覺得她在適當的時候 或者說一些資訊給你 其實我覺得挺好的 給我感覺上 你是 在這個地方吃 你是有一個 龜屬感 不至於龜的感覺 是吧 你最忌忌就是 經常都說 十文九不認 叫她另一面 是吧 叫她拿些東西 轉頭先 轉頭也不知道轉了多久 是啊 也看到其他職員 也很幫忙 舉例問我 你想拿走什麼 有些東西 送給你們 我等等 說不算 不要緊 你轉頭找回我吧 他們等等 這些是很友善的 所以我覺得我覺得 我們是要提升的 如果不是 你要有些要改變 你不再去改變的話 就是這樣 了 街坊生意隨便便便 乖乖乖 難聽說過 用一個很難聽的說話 就叫欺欽 欺欽做這些做法 也沒辦法 真的不行 你沒有辦法 你說 Я沒有那麼大個人手 你細胖就是需要少死 細胖 細胖是細胖的這麼做 精簡有精簡這麼做 最重要是求精,不是求多 多的意思不是用量 你用货种的量,你不会够一个淘宝 你不够一个网店,你不够一个亚马逊 你不够现在网络世界多了 如果说货种的话,我们怎么要求精 有时候反而有些特色小店 我见到那些所谓隐世小店 他买一些比较偏门冷门的东西 反而那些店铺可能会比较受欢迎 他会得到一小撮的人 甚至乎有些人想特别去找 他们举例 举例 你买做蛋糕 那些面粉,有很多不同的面粉 牛奶,牛油之类的 做面包这些烘焙店也是很受欢迎的 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都会令到 你会不会上去买面粉 你会不会上去买牛油,那些东西都融化了 那些东西 我们怎样去令到 大家可以多在香港消费 我们做一些很精致的东西 做一些特别的东西 令到大家愿意在这里 消费 香港也有,香港也有世界各地不同的东西 内地也有,外国也有,欧洲也有 这样才是百花齐放 如果不然,到时候真的会很严重的 好,那么今集分享到这里 下一次再说,拜拜 好,拜拜 帅哥 对